我們看這一題 他說有兩個點光源 兩個光點在長度120公分的直線形軌道上移動 通道端點就反向繼續移動 一開始兩點分別在軌道的兩端相向而行 光點A、光點B的移動速率 光點A是5公分每秒 5公分每秒 然後光點B的話是10公分每秒 那麼他問說要你選出正確的選項 我們看第一個選項 兩個光點在第一次相遇的位置 與其中一個端點的距離是40 他往這邊走5,他往這邊走10 所以他走的距離會是他的兩倍 然後相遇 那兩倍的話等於是把它分割成三等分 每一等分的話40,也就是說在這裡相遇 這裡是40公分的地方相遇 在這個端點40公分的地方相遇 所以這個是對的 再我們看第二個選項 第二個選項的話 他說光點A的位置乘周期現象 周期是24公分的地方 我們現在就盯住某一點 盯住某個點 比如說我盯住這一點 盯住這一點的時候 然後他經過多久會重現一次 就有規則的重現 有規則重現 就是說 這樣過去 再這樣過來 他經過時間等於什麼 等於是這樣來回一次 也就是說 是等於240公分 除以多少呢 除以多少呢 除以這個5 所以是 5 4 20 5 8 40 所以是48秒 48秒 不是24秒 所以這是錯的 你可能會說 那他 他什麼呢 他這個 比如說 你可能會講 就是說 這樣來回的話 閃一次 這樣來回又閃一次 但是呢 這不是一個 穩定的周期 我們講的是說 經過一個固定 就是說 像你說 一個函數 一個函數的話 我這樣隨便的話 再來的話 這樣子 那我們說周期的話 像這個是周期 從這裡到這裡是周期 但是問題是 它的那個 移動 移動在這個位置上面的話 有什麼 除了這個時間以外 還有什麼呢 還有這個時間 但我們說 穩定的出現是什麼 是 出現一個固定的 這個假設是時間 這個假設是出現的位置 我們說 穩定的時間的話 會重複出現在同一個位置上面 雖然這個時間也是重複 也是在那個位置上面 但這個不是 經過固定的時間 重複的 所以的話 這個才是周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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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的話 是什麼呢 是 這樣一次 來回 以後再來回 這樣 這樣算一個周期 你不能說 這個是周期 這個也是周期 不是這樣子 所以是48秒 所以第二個選項是錯的 再來我們看 第三個選項 當光點A回到A的出發點時 光點B 也在B的出發點 那光點A的話 比如說 一開始在這裡 它回到原出發點的話 等於是經過一個周期 經過一個周期的話 是經過幾秒 經過那個 經過幾秒 這樣子的話 是多少 是240 除以5 這48秒 48秒的話 這個B的話 走多少距離 走了48 乘以多少 乘以這個 乘以10 走了480公分 那走480公分的話 這是120 120 240 360 480 又回到原來位置 沒有錯 當A回到原來位置的時候 B也是回到原來位置 沒有錯 所以的話 這個選項是對的 再我們看 第四個選項 當光點A回到A的出發點 那個是第四個選項 兩個光點 第二次相遇在其中一個端點上 好 那第一次相遇在這裡嘛 相遇的時候 VB是往這邊跑 我看看 這是VA VA往這邊跑 那VB往這邊跑 那VB的話呢 它跑得比較快 而且這裡又比較短 所以它一定會回來 那回來的話呢 繼續跑 那我們現在來看 是不是會在這 第二次 相遇是不是在這個端點上 我們看 這個距離多少 這40嘛 就是在這裡相遇 就是在這裡相遇 40加上多少 加上120嘛 40加上120 除以多少 除以10 這是V跑的 那個V跑的距離 除以10 需要多少時間 需要16秒 那A的話呢 跑120公尺 但是它速度的話呢 是5 這個多少 我看 這個是16 16秒 那 這是VA嘛 VA的話多少 100 這個是80才對 這個講錯了 這總共是120 這裡是40 所以這裡是80 這80 那VA的話呢 80除以5 80除以5的話 是幾秒 5155630嘛 也是16秒 也就是說 B的話 走到這裡來 再走到這裡來 是16秒 那 A的話 從這裡走到這裡的話 也是16秒 所以第二次相遇呢 是在這裡相遇沒有錯 所以第四個選項 也是對的 好啊在第五個選項 第五個選項的話 它是說 兩個光點 在軌道上共有三個不同的相遇位置 好那我們就來看看呢 它有幾個相遇位置 因為它有周期性嘛 所以我們慢慢算的話呢 可以找出它所有相遇的位置 第一次相遇在這裡嘛 然後呢 它的那個 第一次在這裡相遇的話 A是往這邊跑 B是往這邊跑 第二次相遇的話在這裡嘛 相遇在這裡的時候的話 A跟B它都往這邊跑 把這個把它記錄一下 V也是往這邊跑 然後再來的話 再來的話呢 再往這邊跑的話 這個時候 A跑得比較慢嘛 V的話 B的話跑得比較快 那我假設呢 它回來以後 再次位置相遇好了 那就什麼呢 VB就是120嘛 這樣多少 加上這個x 除以10 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那個 V1A從這裡走到這裡距離 120-x 除以5 5152得10 那這樣是120加x 等於240 減2x 移過來是3x 等於多少 等於那個 360 我看看 是不是這樣子 沒有 等於120 240-120 所以是120 所以呢 x是等於多少呢 3分之 120 3是12 40 也是在這裡相遇 不過這個時候的話呢 運動的方向不一樣喔 運動方向的話 因為它是 B跑得比較快嘛 跑到這裡來以後 往這邊跑 所以在這裡相遇的話呢 是VB是往這邊跑的 那 VA的話呢 它是往這邊跑的 那這個是第三次相遇 那第四次它會再兩邊相遇 第四次的話 它這個 V是跑這段距離嘛 那A的話跑這段距離 我假設A的話 再反彈回來的話 反彈呢 這個位置我叫做 x好了 還是用x啦 這個時候的話 A的話 走多少距離呢 就是說 VA往這邊跑嘛 是40 加多少呢 加x 除以5 會等於多少呢 會等於那個 它是往這邊跑嘛 那它往這邊跑 往這邊跑的話 這跑得比較遠 跑得比較遠的話 它應該等於多少呢 這裡是80 80 加上多少 它往回跑的話 假設在這裡相遇的話 這段距離就是 120-x 120-x 那這樣除以10 除以10 那這樣子的話 這是5一5嘛 5二得10嘛 好那這樣的話呢 移過去 80 加上x 等於多少呢 80 加上120 減掉x 那這樣子的話 這個就消掉了 2x 等於多少呢 2x 等於多少呢 2倍 這算錯了 乘過去都是 80加上2x 那移過去的話 這是3倍 3倍 那這是120嘛 所以x的話呢 還是什麼呢 還是40啊 還是呢 比如說呢 當V的往這邊跑嘛 再折回 然後VB往這邊跑的話 再折回 剛好也是在這裡相遇 這個時候的話 V的速度就往這邊嘛 I的速度往這邊 那這樣就重複了 不過剛剛的話呢 用看的也可以看得出來 為什麼 因為這個是40嘛 這是80嘛 所以這距離的話 是他的呢 一半嘛 然後呢 他的速度也是他一半嘛 所以他折回來跑到這裡來的話 他折回來也是跑到這裡來啊 所以事實上就不用算了 不過我們用算的也是可以把他算得出來 所以現在的話有三個相遇的地方 第一個相遇的地方的話就在這裡啦 第二個相遇的地方呢 是在這裡啦 第三次的話呢 相遇的話 也是在這裡 然後的話 第四次 也是在這裡啦 第三次相遇的話呢 這裡是VA 在這裡相遇 這裡是VA 這裡是VB 跟他的方向不一樣 然後呢第四次的話 又跟第一次的時候一樣 所以他相遇的位置 只有兩個 一個是在這裡 一個在這裡 所以只有兩個位置 沒有三個位置 所以第五個選項是錯的 所以這一題應該要選 一根 一三四